大太监一口一块肥肉缠的小太监口水直流 想吃吗 来拿呀 小太监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砸两馒头 结果刚走过去伸出手 大太监竟冷不防的拿出筷子 哐当就是一下 揍你娘的村丑大梦去吧你 你给我听着 礼物的奶奶要是一顿没吃 你就给我饿一顿 要是一天没吃 你就给我饿一天 小太监委屈极了 尼玛用正泡妹子关我秦顺什么事 原来就在昨天 为了惩罚老十四造谣生事 雍正下旨将其心上人乔允帝押回皇宫 并安排为自己的近视宫女 乔允帝誓死不从绝世抗议 结果伺候他的太监全都得饿着 因此才出现了开头大太监为难小太监的一幕 秦顺没了办法 只好哭哭啼啼的再去给乔允帝送饭 他们打你了 你不吃 他们也不住俺吃 听你的口音像是山西人 俺是清虚人 乔允帝呵呵一笑 自以为这是雍正的陷阱 无非就是想找个老乡博取他的同情 山西啊 可不是出太监的地方 是谁让你装着山西人来骗我的 乔允帝这话可说的没错 清朝中期当太监最多的省份是直立 也就是陷阱的河南 乔姐姐 你也是山西人 如果我不是山西人的话 他们能让你装成山西人来骗我吗 开口就是小姐姐 秦顺一看就是老销兽了 可乔允帝不相信他 秦顺没了办法 只好把自己唱一次民歌 就会被雍正打一次的悲惨经历 全都讲了出来 皇上也听你唱过小曲 秦顺顺嘴还唱了一曲 一听这小伙是真老乡 乔允帝的戒备心 瞬间就放下了 你吃吧 俺不敢吃 静止房的赵公公说了 你要是不吃 俺偷着吃了 就要打死俺 赵公公说了 你要是饿死了 俺也得跟着饿死 还有十四爷也会 好吗 合着还用上连作法了 乔允帝 左也不适右也不行 最后只好答应秦顺一起吃饭 这还真应了雍正那句 朕不但能够让你不死 还能够让你在朕的身边 不是朕 乔允帝求死不成 就想看看雍正究竟想把他怎样 于是便答应去做进士宫女 皇上 你又是一宿没睡 乔允帝已经开始吃饭了 昨个答应了 说是愿意到养心殿来 奴才今儿可就安排他来当职 雍正满意的点了点头 几分钟之后 乔允帝就来上班了 哎呦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 还不快给皇上请安呢 免了吧 不要难为他 哎 这个 见雍正发了话 李德权也不好再说什么 可乔允帝毕竟没学过宫里的规矩 除了端茶倒水 其他的一概不值 不过雍正也没打算让他干什么 只想让他化身移动摄像头 亲眼见证他这个皇帝的日常 到底是不是老十四川伯的 娇奢引义薄清寡恩 滥杀功臣坑汉兄弟 到时辰了吗 回皇上 是该叫起的时候了 下去叫起 进击处 这 凉的 啊 啊